我们先把俄罗斯放一边吧 因为这本书太厚了 完了呢 我主要还是讲讲大家不要关心的 我也喜欢的 讲到中国这一方面啊 因为毕竟麦克将军呢 是随川普 2017年的时候来到北京的 我呢 一直比较感兴趣呢 就是为什么川普 从来到北京以后 整个态度 180度的大转弯 什么原因 让他造成了这个 本来在这之前啊 一直还说 跟习近平好朋友啊 什么的跟咱们中国好好的啊 什么的啊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这麦克将军说啊 他们是11月8号来的北京 他以前啊 从来没有来过中国 应该其实他也承认啊 他上任9个月以来 中国一直是一个最高的优先的话题 也是他们制定政策啊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东西 美中关系啊 一直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他的最主要的一个政治纲领 哎他就觉得呢 这个贸易顺差太大了 你中国赚了我太多钱了 安倍晋三啊 是这个川普就职了以后啊 三个星期以来啊 第一个来的亚洲的国家 美方热情的款待 于是呢 中国这边呢 也着急了 我比他大多了 你凭什么先安排他呀 于是呢 也急着安排两国的首脑高峰会 呃 后来就是到了这个 就什么海湖庄园嘛 哎 见的啊 其实那次还气氛不错的 奥巴马卸任前啊 曾经就警告过川普 说呀 你这个川 你现在啊 面临的最大的 最紧急的问题 就是这个北朝鲜的 这个核武问题 而中国呢 对这个问题影响啊 绝对是举足轻重的 你得想想怎么办 怎么处理 反正这事我撂给你了 麦克将军呢 就坚持认为啊 在这个高峰会前啊 一定应该先把这个 对中国的战略政策啊 确定下来 然后呢 后边的人啊 和他下边的 你两个头都你们俩见完了 我们后边的人 怎么能够用这个既定的目标啊 去展开谈判 这个他在这个国安会议上啊 就一再强调 说这个 小平同志啊 在这个1978年的时候 是在中国推动着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 嗯 应该说啊 嗯 把中国 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 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啊 嗯 美国人呢 呃 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美国人呢 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啊 就是 觉得呢 你应该遵守这个 国际规则 游戏规则 对吧 你既然都 踏到我们这个 圈子里来了 那你就要开放市场 推动民营化 对吧 而且呢 就是那个时候的政治人物也坚持认为呢 就是随着老百姓越来越富裕 你国家也越来越富裕 那你一定会尊重人民的权益 推动自由化 迈克将军就觉得呢 他发现现实是背道而驰了 这个他呀 嗯 一直是在欧洲和中东这个度过的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的 他对中国历史啊 其实也看一些书啊 或者是什么啊 嗯 但是他知道的并不多 其实真正影响他的就是这个小伙子 叫博明 他是这个现在的那个当时他们的团队里啊 国安会的 是亚洲问题的高级参谋 他最早啊 是在波士顿啊 念的中学 从念中学时就开始学中文了 后来呢 又到北京台湾各学了两年的中文 一口的流利的这个中国话 而且啊 他对中国的历史啊 文学啊 也研究颇深 他呢 后来呢 又以记者的身份呢 就是那时候担任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啊 在中国待了八年 嗯 在这个有一次他去采访2004年啊 东南亚那个大海啸啊 哎 他发现啊 就是当时去援助灾区的那些提供人道援助的那个美军陆战队那表现 哇 他就对那种效率啊 纪律啊 和那个热情啊 给感动 激动不已 直接辞职转行 干嘛呀 我要参军 幸好啊 大概是因为呃 这个美国真的录用这个军官啊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所以呢 也没计较这个年龄问题 直接把他破格给录用了 他就成了美国陆战队的一名军官 经过了差不多九个月吧 密集的那种体能训练啊 大家都知道那苦死了啊 32岁的博明 后来又去了这个后补军官学校 就这个学校 嗯 然后呢 在这毕业了以后呢 他就以情报官员的身份 就开始走这个伊拉克呀 阿富汗呀什么的 但是呢 到了这两个地方啊 给他打击不行 因为他发现啊 美国啊 虽然说前面那个激动 他让他参军的那种啊 呃 那种东西啊 确实国力强大 完了有那种 呃 这个 就叫他大污位 和国际精神 让他激动不已 也确实所向披靡 但是他发现啊 再强大 没有善用啊 浪费呀 而且好多地方 适得其反啊 这个他呀 这个他呀感叹呢 就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些领导人啊 就等于处于一个个根本不了解对手的这么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 或者是处境当中 所以做出来的很多的决策啊 嗯 就属于那个 愚昧 和人鲁 博明啊 很快就引起了当时啊 伊拉克 驻伊拉克最高的那个少将 指挥官 弗林 弗林那时候呢 就引起他注意了 俩人呢 就后来在2010年啊 跟另外一个人 巴奇勒 一起呢 就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 叫修整情报 就那意思啊 咱们的这个情报工作啊 得改革了 不改革完蛋了 就是你你这些情报互相之间啊 呃我我我讲过那本书了啊 就是两边 FBI和CIA谁都不不尿谁 自己把着自己那点那个情报啊 这边911都要炸了 他都不带互相那什么的 就是那种腐朽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嗯 本位主义吧 就等于在两个情报界之间 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墙 呃我讲哪了 对我刚才打岔了啊 2015年呢 这个川普那时候当选了 这时候弗林将军呢 就 以中将的身份啊 已经从部队退役了 博明呢也离开了陆战队 在一个纽约市一家投资公司工作 川普当选以后啊 立刻就这个提名 弗林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完了这弗林呢 就把这个博明给请来了 也加入到了国安会 应该说啊 这个博明啊 这个小伙子哪去了 就这个人 影响了美国针对亚洲印太地区的策略 嗯 麦克将军觉得啊 弗林的幽默啊 也让他们那帮特别沉闷的那些人啊 那种工作环境中 带来了无数的疏解的欢笑 所以啊 非常喜欢这个小伙子 嗯 我发现啊 就是最近啊 就是我们这个 在中国啊 当过记者的很多外国记者啊 由于在这儿啊 他咱们这儿的这种 新闻环境啊 加上环境也很艰难 甚至呢 他们还经常会处于危险当中 所以啊 回去以后啊 好多人 最后都成了一个 反对中国的一个中间力量 你像这个海斯勒啊 我看了他的所有的书 他对中国是简直是属于 就是属于热爱 你想啊 他到埃及待了五年啊 他不停的拿这个中国和埃及来比 他更喜欢中 而且啊 他的态度是非常的中立的 但是呢 现在是也是被赶走了 真的非常可惜 我们现在就是采取的很多措施啊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领导层啊 和这个管管理层啊 真的得反省反省 本来是这个 我们过去的那种统战的那种 那种态度和那种柔韧度啊 完全没有了 你等于把本来是支持你的那个势力都都给赶走了 完了最后推到别那个你的对立面去了 我不知道这个 这这种去也也跟咱们好像我觉得现在咱们的那个战狼式的这种外交啊 也有关系 你一个外交官你知道外交外交啊 他是用最柔和的态度去把双方啊 不同文化他能够能够沟通起来 他不是让你去他妈宣传部去骂架去的你知道吗 哎呀 你就觉得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外交学院的啊 我我同学就是他们家就是外交学院的 就感叹呢 怎么搞的 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这个召开那次的海湖庄园高峰会啊 其实呢也是一个美国政策的一次 大转折 应该也是说啊 这个美国呢向中国啊要表明了 我们开始要关注你在南中国海的那些事了 哎 另外呢就是每年你你跟我们这啊 流量上三兆美元呢 那不得了啊 你这个流量 那个那个海域我们得保啊 那那里边有我很大一部分 另外呢就是这个贸易贸易逆差问题 应该说啊那一次的这个高峰会啊谈得非常好 呃这个气氛也很好 这个麦克将军都觉得啊中方的一些代表啊 嗯的印象给他也印象深刻 当然呢他也能看出来 其实呢中方早就了解你美国现在嚷嚷的这些啊 因为国外他这个政策啊没什么这个秘密 因为他他在竞选的时候呱啦呱啦都说了 他不向南这儿啊猜 我的妈呀你上来以后你会怎么样啊 不他不用你猜 他基本上上了认了以后啊 他还得按照他那竞选的方针来一个一个落实来 要不然下次老百姓不投你了对吧 嗯不过呢他麦克将军觉得啊中方呢现在觉得啊 嗯时代不同了 而且呢时间对他们是有利的他觉得你美国现在只能发发牢骚 哎你呀也不会采取一些什么真正的行动的 这个七个月以后吧等于这个美国空军一号专机来了北京了 没想到吧就是对中政策从此突然成行了 那川普怎么了 他怎么来中国以后本来的前面谈的好好的怎么态度大转变呢 这也是我哎听这个胡胜平推荐啊说这本书一定要看看我才看的这本书 其实我也是奔着这一段来看的啊 在北京啊其实他们就停留了两天 麦克将军呢就说啊等于美国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对中重策 一定要改了 第一步呢就是他们啊觉得呢就是了解历史嘛 呃记忆啊嗯觉得呢肯定是对你的这些领导人也是有影响的 包括美国包括中国 1948年的时候啊美国的那个中国漢学家有名的那个费正清 哎在他的那个居住里边美国与中国这里边就说你想了解啊这个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呀或者行为嘛 你一定要到他的这个历史里边去找你要去反思 这个啊是必须的你不是说一个奢侈品他代代而已他有影响 这个说的奢侈品呢我觉得简直就是他说的点子上了就是说不比如说他这个人喊口号 他喊的啊并不是说他只是为了我一个品牌问题哎我给你看我举着这个他一定有他的某种认可 哎包含在他的这个行为和思想里面的 在这次的访问期间啊这个 咱们这的国家主席呀和顾问啊就不断的用这个历史这种意思啊像这个川普团队啊或者说像全世界啊或者像他的国内的人民呢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世界观 和感情 你现在要看一看 这种东西就是迈克将军在他们参观的这两天里边 获得你要告诉我的信息了 我觉得挺冤的真的挺冤 哎呀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吧 应该说啊这一次的这个顶级博士访问啊绝对是我们中国都没有过啊 真的没有过啊 就是盛大不光盛大啊 你想啊 故宫啊直接封了 这一天门票不卖了 门票好像一天差不多 门票最少四十万 不卖了 专门的招待你 问题是为招待你之前我估计前一天就已经不卖了 对吧 完了呢就是就让你们这几个人来参观这个中国皇帝的住所 紫禁城 另外呢就是参观这个人民大会堂 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天门 完了那上面呢人家也注意到了上面有还立着那个毛主席的纪念堂 嗯 负责这次接待的啊是杨洁琼还有这个王毅 另外呢就是崔天凯就是那个驻美大使 还有就是那个副外交部长郑泽光吧是吧 记不懂应该是啊 这边呢就是川普啊完了国务卿提勒森 啊 对 嗯 再有川普的女婿库什纳 啊 另外就是美国在这的大使啊布兰斯塔啊还有新闻秘书桑德森 啊就是一的一的堆吧其实也没多少搞啊人家那个团队就这样的没有那么浩浩荡荡 嗯 这边呢咱们是国家的习主席和他的妻子彭丽媛 哎直接就站在这个紫禁城的城门来迎接川普总统夫妇 这个两个两大总统啊都在前面走啊 这个麦克将军呢他们就在后边跟着 就通过这个门的时候啊 这个叫西河门 西河门的时候呢哎迈克突然发现啊 那个博明被后那个警卫给拦住了不让他进来 赶紧就回去啊就开始交涉 嗯应该说呢这个拦他的这些人呢态度上啊还算是客气也还算是优雅 但是呢 嗯 为什么拦他啊 后来啊他们自己猜啊 因为也也也也也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呢可能是这个博明啊 太了解中国了就怕啊在中间啊因为本来是指望着就翻译和导游带着这帮人转嘛啊 怕这个博明啊在这里边啊说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评论 可是你不想想啊人家博明是可是跟着这个川普来的那你现在不说你给人拦门外边的人家后边更得说了呀 哎呀就是不知道这个智慧和咱们中国人不是挺聪明的吗 这个其实他们啊也研究过这个中国啊也很关注我们的每一次的这个呃演说或者发表这个呃讲演稿 这个两个星期前呢这个咱们这呢在这个第十九大人大上啊发表过一次演说 就是呢说出了这个呃党的这个愿景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哎要让中国呢走上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呢做出最大的贡献了 这有点那个跟老大那个宣誓的那意思啊 呃也应该说宣战吧是吧你你两个星期以后川普就来了这时候你说这个 到了这个紫禁城来参观呢其实呃在美方人觉得呢也是来表达他对外的一种这种决心 他想留名前呃清史呃应该说呢他选的这个地点太好 宣扬的这个决心宣扬的太好了觉得这个位置太好 哎呀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可能是文化差异吧你说我们真的花那么大代价把人都轰走了 我啊整个故宫就你们几个舒舒服服的在那挂了你怎么能这样是吧真的挺委屈的 不过啊当时啊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在那让你我说这他妈这步棋谁设计的作死啊你跟老大那炫耀我他妈现在也也拔份起来了是吧 再一个什么呢你看啊再一个民主制度长大的川普你别看川普老说哎呦羡慕羡慕啊你看人家习主席动不动就军那个军演或动不动就就就什么那个阅兵 我也要阅兵最后人家那么国防部行你想你越是吧没问题第一报告上来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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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川普一看川普你想他花钱你得你得经过批准啊那尤其他一伤人他也不能乱花啊买这么多钱啊不干了不做不弄了不弄那最后怎么办最后就弄了一个八千人吧好像是 在那华盛顿那那边有一个什么空军基地啊海军基地啊忘了空军基地那华盛顿在路中央弄了那么一个他在前面走了走过了过夜 估计心里边啊我靠你看人家但是啊你要知道啊在这么一个制度长大的一个国家啊他一看我的妈呀你能够把老百姓都赶走就为了招待我啊 妈呀你这个权力太大了这种东西啊应该是让川普害怕了我觉得啊因为当时我看完这电影的时候我就不电视的时候我在那看新闻我就说我靠这谁设计的这谁干的你怎么这样你傻逸吧我就想 嗯在麦克将军觉得啊2017年的这次紫禁城的这次旅行啊嗯应该说就是中国越来越激进的对外政策的开始 也是他的这个回归历历史的一个表现 就是你觉得啊就是在中国你比如说外国人来紫禁城吧那你都得给我屈妻纳供的 求着你皇上啊赐予我们点特权吧你承认一下我吧就这种感觉 所以呢他觉得啊你能够在那那么搞出一个盛大的欢迎的这种仪式来就是想让他的客人啊知道我们中国再次崛起了 哎那哎呀这个冤死了真的 我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呀没法说要说了这个这期又发不出去了 这个麦克将军觉得啊当然他也理解就是这个习主席做的这一切啊这么欢迎用这种方式啊肯定不光是给你这几个人或给你川普看 他是要给这个国内的人看 嗯应该呢就是意思呢就有点像啊当年就是1790年嘛那个妈妈叫什么妈格尔尼英国的那个叫什么那爵士来那个建这个乾隆 是吧当时他回忆就说啊从这个天津港口吧走的吧 哎就前往紫禁城啊一直这路上啊就沿途插满了这个标语旗帜 完了那上面呢大字写着欧洲人来向伟大的皇帝纳供了 嗯在这个麦克将军他们眼里啊因为他们回到酒店了以后啊也看到了咱们这儿的那个电视直播了 现场直播他觉得就跟那个举的那个标语旗帜啊大旗差不多一曲同工 就是想让中国老百姓看看你看你外国那么一个强权 现在跟我们平起平坐甚至可能说就低头了 嗯 在麦克将军觉得啊就是乾隆呃还有现在啊都是觉得呢宣扬国威啊是一种为安内部治安的一个必要条件 好今天我们先讲到这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好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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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